大家一直在說什麼佔南北、佔南北 說什麼縱北、欽南、縱北、欽南 其實實際上不是如此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 在整個的相關的補助款裡面 台北市拿得如此之少 拿出中央客委會提供的資料 立委王宏偉指出 台北市有45萬4千位客家人 占全國客家人口9.72% 過去五年來得到中央的補助 卻只佔總體補助費用的0.12% 平均每位分不到新台幣10元 而補助最高的屏東縣 有18萬8千位客家人 占全國4.03% 卻拿到補助費用的17.14% 每人可達3305元 痛批客委會補助大小眼 我無意去質疑說 其他地方的客家鄉親 拿到的補助款 但是我在這邊要爭取的是 台北市的客家鄉親 為什麼補助的金額這麼少 如此之少 長期的都補助非常少 這難道不是一種歧視嗎 所以大家也知道 立法院現在進入了預算會期 我們會質疑我們也會提出要求客委會要做改進 那麼我們再把它換算成 我剛才不是特別把人口數也給大家看 還有人口的占比 所以我們就把它從用中央給地方的相關的補助款 把它去除以我們地方鄉親的人數 那麼在這邊也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 我知道客委會一定會說 他說台北市是地方財政一級劃分的地區 說台北市財政特別好 所以沒有什麼補助款 那麼但是呢 台北市還是有分攤款 台北市還是有分攤款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這個表格 剛才我給秀給大家表格 就是客委會所提供給我 好 那這個是我們把它換算成 那麼這樣子補助下來 平均一個人 一個客家鄉親 他可以得到來自於中央 不管是補助款或者分攤款 他的金額是多少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台北市啊 不是侏儒啦 那麼小海人 你看被壓縮到 不到10塊錢 平均一個鄉親所分配到的 中央來自於中央的分攤款也好 補助款也好 不到10塊錢啊 市議員李燕秀進一步指出 以過去6年台北市舉辦的客家活動 台北移民嘉年華來看 台北市政府每年向中央申請 780萬到1330萬元不等 但最後中央客委會 核定下來的分攤經費 106年核定比例還有38.8% 到了111年卻只剩22.5% 我們從106年到111年對於 一名節的嘉年華活動 從申請2810萬到1460萬不等 中央跟地方平均分攤有1160萬到最低的 曾經到800萬 但是最後中央核定的其實只有兩年450萬 其他都是300萬到111年去年甚至核定的比例越來越低喔 當時在台北市如果科文哲跟這個蔡英文關係好的時候就補助多一點 106年的時候 蔡英文跟科文哲的關係是水乳交融的時刻 包括在109年的時候 那一年又是選舉年 所以才補助450萬 我要再一次的強調 所以自稱是客家人的蔡英文 其實對於客家人的補助 還是仍舊是分政治分政黨分現世分顏色 王洪威與李彥秀表示 有些縣市客家人口比例高 拿到相對多的補助可以理解 但台北市的客家人口除了佔全國的9.72% 客家族群也佔全台北市總人口的17.4% 但得到的補助竟然只佔0.12% 實在少得誇張 呼籲客委會不能對不同縣市的客家人大笑眼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呂